第194章,追问,韩先生,这事的警官证以及警号,鉴于您在事发当时的表现以及诸多人质的口供,我们怀疑你与歹徒有牵连,请配合我们的调查。 这个警察的年纪不大,27、8岁的左右,一身制服,显得很英俊,话语也很有专业,不难排除他想在病房这四位美女的面前表现一下,可他还是踩雷了。 燕青青率先道,这位警官请注意你的言辞,你的一句话极有可能会影响我们荣耀集团最大功臣的前途,如果你不能承担这个责任,我会以荣耀集团的名义起诉你所在的工作单位。 记忆警紧接道,韩先生属于被害人,而且现在处于重伤阶段,请不要把你们的无能强加在受害人的身上,另外你要注意你的语气,我们不是罪犯,懂? 话落童谣赫赫赫,笑道,刚醒就追了过来。 我可听说,韩前在海面上飘了一小天,被送到医院的时候,你们才知道,请带你的证人以及你的物证过来,然后再把怀疑二字说出口,另外的也有学过法律,如果你想以专业的方式对待这件事情,我不介意和你掰扯掰扯。 最后,开口的是温暖,他坐起身子淡淡道,告诉我你口中的认证是谁,然后告诉我他们是怎么说的,最后再告诉我歹徒在劫持人质的时候你在哪里,另外当天在酒店被劫持的认知有很多衙门口的人,我怀疑你收到了他们的贿赂和他们有牵扯。 四女的连续逼问已经让警察,有些下不来台了,这时候李金海开口道,小刘你先出去吧,这件事情牵扯的太多,你不要再跟进了。 年轻警官已经下不来台了,原本还想开口,被李金海制止后,冷着脸向后走了几步,来到了门口,但是没有出去。 李金海坐在病床边,轻声道,你身体的伤势我看过了,都很严重,你也别叫我李局长。 这个位置我也坐不了多久的,都是一家人,别太生分,现在头还疼吗? 四女还要开口,横前皱眉怒喝一声,都闭嘴。 四女同时安静,横前看向李金海笑道,二舅你看看我这脸,再看看我这正不开的眼睛和肩膀,你觉得我能不疼吗? 比起身上的伤,我心更疼,我虽然没立下什么功劳,但我也帮忙地救出了几个人质吧。 图销带出来的那个女人,应该很有影响力吧。 李金海闭着眼叹了口气,是个最近气势很凶,有几率冲击一线的艺人,如果他被发现暴露,网络就会掀起一场风波,你这身的伤势他们殴打了你。 韩谦撇嘴笑道,二舅你虚伪了。 李金海挠头笑了笑,韩谦叹了口气再道,我送你回家之后,回去接温暖,懒得和大厅的人打招呼就走到小门的消防通道,我有洁癖你是知道的,我身上有酒你也是知道的。 我去卫生间洗衣服时候发现手机进水,就去了后处找大米,回来的时候遇到了大牛,就是那个被匕首杀害的歹徒,他正在侵犯一个女孩子,并扬言要去祸害其他的女人。 当时我的朋友都在那里,我有些担心,就动了手,在他拿枪的时候我攻击了他的下体,用湿衣服蒙住了他的脑袋,这一切你可以去问那个被侵犯的小姑娘。 李金海点了点头,轻声道,我问过了,他和你说的一样,这时候那个门口的年轻警官开口道,为什么你能从消防通道进去,而我们不能? 韩千看都没看他,对着李金海笑道,我回去的时候差不多九点多,事发你们赶到的时候已经十点了,我是先遇到的大牛,我从他嘴里听到了罪犯控制了大厅,把他击晕后,我拿到了枪,准备去打听救人的时候,遇到了刚刚关闭消防通道回来的蛤蟆,谁他妈知道蛤蟆去干什么了,反正现在蛤蟆不在这人。 李金海挺后点了点头,随后道,之后呢,之后蛤蟆说,大牛是个累赘,逃走的时候会麻烦,就用刀解决了大牛,再之后,这个蛤蟆说来,这里是为了杀一个给他戴绿帽子的人,我也表明了我要救温暖和清清,他的身上没有枪,我也不敢贸然开枪,担心会引来其他歹徒,所以我们两个选择了肉搏,我身上的伤除了枪伤,都是被他所赐。 你和冯伦见过?一面之远,当时屠肖的闺女欺负一个捡瓶子的老太太被我发现了,这个冯伦当时应该想着去帮老太太,然后被图坤的几个朋友殴打了一番,我赶到后教训了图坤,顺便给了老太太不是三百就是五百块钱,也给了这个冯伦一些钱,让他去看看医生,之后就没再见过了,你可以掉监控,哪天忘了。 我记得是一个雨天,话落门口的家伙又开口了,时间,地点,我时,你骂了笔啊,我是不是给你点脸了? 原本心情就不好的韩谦,一次又一次地被这个家伙打扰,心情已经烦躁到了极点,起床用受伤的手臂拔下另一只手背的针头下床就要动手。 剧烈的动作当韩谦的肩膀开始渗血,身后的针孔也在流血,众人见此慌了,寂静和燕青青起身过来拉着韩谦,温暖的脸色阴沉到了极点,咬牙道。 我马上就会你吃不了兜着走,二舅你管不了我不怪你,我给大舅打电话。 话落拿出手机,直接给李金民打电话,李金海上前一步夺过温暖手里的手机,转过身指着年轻警察怒道,滚出去。 几分钟后,医生来了,重新包扎了韩谦的伤口,同时也警告了李金海,如果再刺激病人的话,病人身体出了问题,他们医院是不会负责,也会起诉他们分局的。 十二院是私企,李金海低头叹气地对韩谦点了点头,站起身带着人离开,走到门口的时候,韩谦开口道。 死掉的大唐经理是给蛤蟆戴绿帽子的人,你可以从他的家人下手去查,应该能查到,大牛是进过监狱的人。 冯伦和那个死掉的检察官有很大的牵扯,其中一个歹徒穿着一套军装,他的眼睛处移到伤疤,另外图销威胁他们要动他们的家人时,他们都迟疑了。 这是我知道的全部,如果你觉得我有罪,可以随时来抓我。 另外,冯伦的右腿被我用螺丝刀刺穿,这些人是分散开着快艇离开了。 李金海停下了脚步,转过身对韩谦再次点了点头,苦了你了。 韩谦紧接道,不用说这些客气话,咱们是一家人,是亲戚,我就不会让您太难做。 另外,冯伦手里有当日在场所有人质的犯罪记录,您的手下也有一些不太干净的, 我的确会用枪,我去过真枪的射击场,手机和步枪都玩过,歹徒手里的枪有几把不是民用的,你可以从一些射击馆开始下手。 对了,蛤蟆是做工地的,这些人的文化水平似乎都不太高,我能说的只有这些了。 我原本以为你们会猜到大巴车里面不会有歹徒,是我高估了你们,不要再过来打扰我了。 我不想让冯志达和冯伦出现过的事情再出现一遍,二就。 如果我和冯伦有牵连,昨晚的事情不会这么小,你了解我的,另外你可以给我一个名单,那些指控我的人,我完全可以将他们做饭的罪名告诉你,行贿受贿多少,时间地点,我记得住。 李金还走了,走出门的时候,派了派年轻警官的肩膀,轻声道,你准备准备,去地区做遍警吧,其实,韩谦还知道很多很多的事情,因为你,他不会再开口了,别想着去逼问,温暖的大舅要是过来了,咱们谁也扛不住这个老家伙。 您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。